好 在这边呢 我要跟大家讨论怎样 solve problem involving matrix ok 在这边 我们写 simultaneous linear equation 两个 linear equation to unlearn 然后过后呢 我们用matrix的方法来 solve 可是这样的题目呢 其实我们在那个form 1 chapter 6的时候 用普通的 simultaneous的方法就能够做了 然后在这边 你看这两个人讲话 他说他买了两张小孩的 一张大人的32块 所以我在这边 我小孩的我给他是x元 大人的我给他是y元 所以有2x加y 会是等于32 然后这一个小孩的是x 大人的是y 所以我就有5x加3y等于88 然后在这边的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用matrix的方法来 solve他咯 然后其实我不用用matrix的方法来做啦 我在这边我的mode 然后我的这个equation polynomial degree 2 我这一边我的不是 so 我这一边mode equation simultaneous 2 unknown 然后就2等于1等于32等于 5等于3等于88等于 然后拿到的是8还有16 所以我在这边我有8跟16 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小孩是8元啊 大人是贵备啊 大人16元啊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就已经可以把那个题目 solve掉它了 ok 所以在这边呃 我就用matrix的方法咯 所以这个我就把它写成这个251 3 然后我这边有xy等于32 88 所以我要找我的这个xy的时候 它会变成了251 3的inverse 然后32 88 然后它会变成100 然后这边326 这个是6-5 然后3跟2换位置 1跟5换掉它符号 然后有32 88 所以在这边我的xy呢 所以在这边我的xy呢 会是等于101 然后我在这边我这个横下横下 所以我的这个3乘32 就3乘32 -88 然后它拿到的是8 ok 然后接着这个是-5乘32 加2乘88 然后拿到的会是等于16 ok 然后 呃 它在这边它就会变成8跟16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8 y会是等于16 就跟我刚刚的上面的这个答案是一样 然后你在这边你不能够这样就停下来哦 ok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 你就要回答它的问题 就是说跳跳ticket 是RM8 你一定要回答到那个题目 就是说这个是RM8 然后RM16 就是这样 ok 好 好来我们看它给的答案就是8跟16 所以它这一边这一句它就有回答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example30 ok example30这一题的时候呢 它在这一边它说 嗯 这一个sharicart communicasi era baru 它有两种camera k跟l 然后 它要经过两个department 然后在这边组装跟包装 然后它的时间是这样 然后它说这一个department呢 它用了12个小时 12小时 12小时的话12乘60 ok 622 720min 然后接着呢 然后接着呢 它的这个packaging的情况之下 它是9小时 9乘以60 9654 540分钟 然后在这一边它每天生产了多少个 所以我x个camera k y个camera 这个 所以10乘x加10乘y等于720 所以我有10x加10y等于720 分钟呢 它单位要一样嘛 所以5x加9y等于540 所以在这一边我用matrix method 我就有10 5 10 9 然后x y 等于72540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个xy 会是等于我的这个159inv 然后720540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90-50 然后9跟10换位置 10换成-10 5换成-5 然后720540 然后它这一边 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xy 然后会是等于140 然后9乘720 在这一边 9乘720-10乘5400 540 然后它会变成了1080 1080 然后我的这个1080除40 1080除40 它拿到的会是等于27 所以这一个是27 所以这一个是27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个-5乘720 加10乘540 然后拿到的是1800 so1800 1800再除以40 它拿到的会是等于45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x等于27 y等于45 这样 x等于47 y等于45 so你看 我在这一边 的时候它就有27 跟45 所以它的conclusion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样写下去 the number of camera k 是27个 L是45个 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呢 这一边就到了 那个应用题了 ok 它的练习了 好 好 来我们接着看2.2 h的第一题 它在一个研究 然后两种Currypub sardine 跟Potato 然后在24小时里面 24个Currypub with sardine 跟18个Currypub with 这个卖了 然后总共是 这个28块吧 所以我在这边Currypub 我给它是 那个sardine 我给它是x元 然后Potato 我给它是y元 所以我的24x 加18y 等于28块吧 然后30个sardine 的 然后14个Potato 然后是29块2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30x 加14y 等于29块2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要找出它的这个 用Matrix Method 所以我的24 30 18 14 然后我这一个 呃 xy 等于28块8 还有29块2 所以我的这个xy 会是等于 这一个 24 30 18 14的Inverse 然后28块8 29块2 然后接着我们 在这一边 我的xy 等于1 100ad-bc 哇 14 24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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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的是336 336 336 3 -30 14 三 八 三 5 四 四 6 6 6 5 6 6 7 -204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14乘28.8 然后-18乘29.2 然后拿到的就是-122.4 -122.4 然后我的这个-122.4 然后我在这一边-122.4 然后除以-122.4 除204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0.6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个是-30乘28.8 然后加24乘29.2 所以他拿到的是-163.2 -163.2 然后我的这个-163.2 除-204的时候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0.8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X等于0.6 Y等于0.8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有写那个conclusion出来 So the price for Calipop with saline fueling 是60C 然后Potato fueling是80C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要讲的是这一种metrics的那个做法呢 其实是属于大同小异的 OK 所以你在前面的那一边已经训练好 怎样写了的时候呢 接下来的四期的example 然后我就写他equation 我就不去solve他了 我就不去写他步骤了 所以阿骂他呃 每个星期花68块 在两种那个运动 就是游泳跟打羽毛球 然后在这一边他用metrics method OK 他说他每个星期用10小时来游泳跟bevington 所以我x小时 y小时 他总共有10小时 我的x加y等于10 然后过后呢 我的这一个是8块钱乘x 加5块钱乘y等于68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写的时候 他是1185 然后这一边xy 然后等于10跟68 然后我们直接用计算机来solve 1等于1等于10等于 然后8等于5等于68等于 然后拿到16块钱 然后过后呢 另外一个呢 他这一个会是等于4块钱 所以游泳6块钱 然后打白别登4块钱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这两位 Buan Komala跟Lily 他去买 那个木瓜和香蕉 然后他们4kg 2kg 5kg 3kg 然后这一边 爸爸要给他是RMX Banana是RMY 然后Komala给了26元 然后这一个是35元 所以我这一边 他就会变成了4x加2y等于26 然后我的5x加3y等于35 然后在这一边 4 5 2 3 然后xy会是等于26 35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就4 2 2 6 4 4 2 2 6 5 3 3 3 5 所以我拿到的是4元 所以那一个木瓜1kg 4元 然后过后呢 这一个呃香蕉1kg 5元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一个building 他有几个parking space for车跟motorcycle 然后他有66个交通工具 然后他总共有190个轮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要的是 number of car 跟number of motorcycle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number of car 跟number of motorcycle 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 这一个 呃 number of car 跟number of motorcycle 我就有这一个 车我给他x了 y了 然后他总共有66辆 然后在这一边 车有四个轮 ok 他的这个view吗 车有四个轮 motorcycle有两个轮 其实车有五个轮 还有备胎 在地上的车 轮呢 他总共是19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x加y 会是等于66 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然后4乘x 加2乘y 等于19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1412 然后我这一边xy 等于这个66 190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1等于1等于66等于4等于2等于190等于然后拿到是29 然后接着还有这一个是37 所以他是29 所以他是29跟37 对 好 接着在这一边 NJ Jeffrey 跟NJ Tan 投资在unit trust 然后在这一边 NJ Jeffrey 得到350 然后 那个NJ Tan 得到440 然后他要找他的dividend rate using matrix method 所以我的这个呢 他是x%等于x'100 这个是y%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5000乘以x'100 加3000乘以y'100 等于350 所以我就有50x加30y等于350 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接着我的6000乘以x'100 加4000乘以y'100 等于440 所以我的60x加40y等于44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又有50306040 这一边是xy 然后他这一个就会变成350跟440 所以我的这个我按计算机 这一边他这一个是50等于30等于350等于 然后60等于40等于440等于 然后我拿到14 所以x等于4 然后过后y是等于5 所以x等于4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代表是4% 这个是5% 所以是dividend for p是4% q是5% 就是这样 好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已经把那一个 呃2.2h的应用题讨论完了 对的 2% 3% 4% 5% 5% 5% 6%